诗篇第103篇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 是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鹰烦恼还同 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一切受屈的人申冤 他是摩西之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 向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 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至于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样 他发望如野地的花 经风一吹 并归无有 他的远处也不再认识他 但耶和华的慈爱 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亘故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词 而遵行的人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光万有 听从他命令 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诸君 做他的仆役 行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这里是正月的 给我的刺销 都要称颍holes 如 你 感谢观看